1919年3月23号 莫索里尼在米兰组织了一个叫战斗法西斯的这么一个组织 想复兴古罗马帝国 成员都穿黑衫 所以又叫黑衫军 战斗法西斯组织的成员 大部分是失业的退伍兵 包括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哲学家邓南遮的信徒 一开始只有四五十个人 到了20年的时候也就150人 那时候希特勒都有几千人了 但是随着意大利国内形势的发展 这个组织得到统阶层的资助 人数就开始急剧扩张 22年党图达到了32万 基层支部遍及全国 在这期间莫索里尼把战斗法西斯组织 改名为国家法西斯党 并且建立起党内个人的绝对专制 到了22年6月 意大利法西斯公开跟亡国政府抗衡 宣布要夺取国家政权 到了10月28号 法西斯四巨头分别率领四个军团 向罗马进军 莫索里尼自任最高指挥 这个时候意大利的金融集团 上层贵族是渴望结束混乱局面 寄希望于莫索里尼 王室的重要成员也支持他 所以11月2号 意大利国王召见莫索里尼 请他阻隔 并且跟他一起检阅进入罗马的 这个法西斯黑山军 莫索里尼上台之后 制定了一系列迎合王室和统治阶层的内外政策 同时宣布实行新经济进程 大力压缩政府开支 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工业投资 在军事上取缔党派武装 建立法西斯民兵 为集党政大权于一身 建立法西斯大委员会 为了笼络工人 莫索里尼倡议 翻修道路 架设桥梁 兴办学校 开设医院 然后建筑低价的房舍 扩大工厂 所以他开创了这些为社会谋福利的事业 活脱脱的就把意大利变成了一个 欣欣向荣 幸福指数极高的国家 到1929年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 意大利出人意料的 相比其他西方民主国家 没有遭遇什么重创 这也让这个意大利的老百姓 对他们的政府和领袖十分拥护 1935年10月 莫索里尼悍然发动了对阿比西尼亚 也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这场战争说白了就莫索里尼一个人想打 其他都是浮云 因为他想恢复大罗马帝国 当年罗马帝国的辉煌就是击败了非洲的菲尼基人 把迦太基城移为平地 所以他觉得自己也应该这么干 但是由于这个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 埃塞俄比亚是个独立国家 你要打其他国家能不能答应 英国法国会不会同意 德国能不能同意 1935年的时候 法国的外长赖法尔二战的时候 是维西伟政权的总理 也是著名的卖国贼 他到了意大利 跟莫索里尼签了一份罗马协定 法国派赖法尔跟意大利谈判 就是为虎作娼 与虎谋皮 谈判的结果 法国人凭空给莫索里尼献了一份厚礼 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 砸到小莫老师嘴里了